罗媒建议中国不必把英国当回事 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访问莫斯科 其一贯的好战和威胁姿态展露无遗 与此同时 在伦敦压力巨大的首相约翰逊惹恼右翼议员 此前有报道称英首相将重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 这些议员要求对北京采取更强一立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英国都在试图与中国进行战略较量 这点从BBC塑造公众舆论的尝试中就可看出 这两件事都表明英国如何沦为世界舞台的一个可悲笑话 脱欧后英国认为自己仍是大国 并重新定位为全球英国 但他所推行的外交政策 显示出对自身实际处境缺乏平衡和现实的看法 暴露出一系列矛盾 可以说 没眼比特拉斯更能体现这种情况了 他试图向莫斯科发出咆哮史 英国右翼议员渴望与北京对抗 这一切都是在试图抵消 英国脱欧的消极影响下发生的 约翰逊自称清华 在脱欧后需要替代市场的情况下 最初也支持亲中国的外交政策 但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下 加上美欧寻找新对手的压力 与中国发展关系变得难以维持 英国需要北京作为一个严肃合作伙伴 但通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等倡议 英国已表明自己的战队 这种情况下 难怪俄中几乎不再认为 英国形势诚心诚意 长期以来 北京一直寻求与英国加深经济关系 但对英国的狂热和明显的遏制举措感到吃惊 近日 英国媒体援引前内阁部长戴维斯的话称 英国的使命是让中国以文明的方式行事 在中方看来 这一言论无非是表明英国仍毫无歉意 傲慢无礼 面对这样的态度 中国与阿根廷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 以对抗英国 并重申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 对布宜诺斯艾丽丝的支持 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代表了中方的一种看法 仅仅要求英国改变或合作是徒劳的 需要对伦敦表现出的敌意 做出更有力的回应 总之 我们现在看到的英国外交政策是高谈阔论 空洞无误 渲染威胁 先有解决之道 似乎完全抛弃了何为国家利益的理性概念 脱欧后的英国已沦为一场闹剧 在国际舞台上 不值得别国认真对待 在国际舞台上